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0月25日 星期一 要跟大家說說國情 大陸也知道 現在的電力供應依然是短缺的 因為大陸煤價不斷上升 不過最近中共就做了兩手 第一手 就是要壓低一些煤價 然後在期貨市場 第二 他就是 一方面 壓低了煤價 但是 現貨就沒有辦法供應到 所以 就造成 因為期貨就大跌 跌倒了 殺了很多人 但是 現貨就沒有辦法跟得上 現貨仍然是短缺 大陸 為了 輸解電荒 以及現在的冬天 因為冬天提早了 所以他們要求各個產煤散粉 擴大煤炭的供應 其中作為煤炭大省山西 當然 他們保障煤炭供應的任務十分尋重 由於煤價不斷上漲 說現貨的 因為不夠貨的 各地的礦區不斷上院搶煤大戰 或者各地 用的煤企 運煤的總型卡車大排長龍 再運一車的煤炭 至少要等24個小時 慘 最多 是要等三天三夜才能排得到 這真可憐 據《紅星新聞》引述山西一家煤炭運輸公司老闆自出 前幾年的煤價 一個星期升5元的時候 感覺到波動已經很大了 現在有時煤價一天升幾次 最多一次升了300 沒有帳幅的 是低於50 即是沒有說升得50 起碼也升幾百 過百 報導說 近期大陸各地都打電話找煤 不論甚麼價格都要 有煤就要了 所以這家公司派了十幾個採購員 以及一千多架 重型卡車去山西 哇 有那麼多車 這家公司很不得了 到陝西 內蒙古等多地的煤礦排隊運煤 這位運煤的司機就表示 運煤很困難 重型卡車一排就是排24小時最少 有些人要排上三天三夜 搶煤 好像打仗一樣 必須增分斷秒 由於運煤車太多 經常塞車 高速公路上面一架接一架的重型卡車排成長路 以免七八公里 這節我們跟大家 繼續分析 而且中共 不單止按不到價錢 只能夠期貨市場移動 所以最近期貨市場被沽得很緊要 因為限制你 基本上 好像明明一樣 你夠膽去買好 做好倉 就要拉你 很嚴重 我們在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好了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緝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告的頻道 月費贊助 當然 我們的11月6日的網序 已經報名人數 剛剛好100了 接下來如果再報名 就要加台 我們會在截止的時間 就是10月31日會截止 因為 之後我們 加台也不是太方便 現在最多可以加5台 如果大家想來 就要報名 報名可以在片尾的星期二 合作社 一宗熱切地 除了訂主要訂居酒店之外 也能登彎 買了賣車的訂位 我們的車隊已經 發展到有10名司機 我們的形式也是非貿易 分別戰 你們直接賣車 也不需要送我們上 spell 我們希望 可以幫助多些司機 創造收入 讓他們可以 找到吃 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們要說一下 接下來的袁爸爸計劃邀請蓬佩奧過來英國訪問 現在 整個計劃他希望 找一個場地可以容臨1萬人 做一次大型的演講會 這次我們也會 全力去支持的 因為 我們去不了美國 距離英國當然是最好 我們會省回飛機票 當然 請他來 當然是很大陣仗 我們希望找一個很好的場地 說回這段新聞 煤炭的問題 香港的經濟日報就說 今年以來大陸的煤炭價格直接上升 而電價受到政府的規定 發電要虧錢 所以9月以後 很多地方出現電荷 中共為了輸解電力緊張 發改委採取多種措施 益壓煤價 山西 以及大陸14個省區簽訂了第四季度中長期煤炭保障 供應合同 大陸的發改委也發文表示 將運用價格法等一切必要的手段 控制煤價 確保能源供應 是穩定的 令人民可以過到溫暖的冬天 報導說陝西省余林除積推出限價措施 山西 萊蒙部分煤礦也緊跟政府部份 10月19日 各地的煤礦普遍 降價 發九位再次篤促河北、荷南等地的煤炭交易中心降價 紅星新聞也引述山西能源 專家表示 煤炭消費量快速增長主要是因為 用電需求 對於火電的依存度大幅提升 今天預料 明年隨著增產的措施落實 有需求 不出現新的爆發 能源供應正常的話 水電也沒有明顯的減少 等多種條件配合下 明年煤價 有可能 回歸到這個合理的區間 即是說很多種要求 又要不爆發新疫症 又要能源供應正常供應 又要水電沒有明顯的減少 即是說 總之沒有任何意外 就可以正常 因為有一點意外 當然不會正常 是不是 我們 看看發改委說甚麼 其實發改委一方面就說要保障煤價 但是一方面又有行政策斷 他 在10月19日 召開了 煤電 油 氣運 重點企業 補供應 穩價座談會 研究安排人民群眾 溫暖過渡各項 各項的重點工作 對下一步重點企業的補供 補供穩價工作 提了八項明確要求 另一方面 發改委 財金師主要負責同志 帶隊去到鄭州商品交易所吊言 說吊言其實是恐嚇 不准人們買升 只是准跌 當時 鄭交所的決定在 2021年10月20日當晚 夜盤交易時起 所有的動力門的祈福陷約 將跌反幅度也是10% 當日全部都跌停板 之後 各支委 黨委也召開了擴大會議 會議對煤炭企業 發電工業企業 電網企業 石油化工 管網企業全力增產補供應 作出盡一步安排 會議指出 近期各支央企 緊急動員部署 千方百計組織生產 調動一切資源擴產 保障 供應 保暖 最重要是供暖 一系列政策的組合權 出來之後 幾個 例如鄭淳 招媒 招炭 鄭媒 伊芝 PVC 主力陷約 全部應聲大跌 收盤全部都是跌停板的 這是人為的跌停板 大陸最流行 暴力干預這個市場 10月份以來 動力煤的價格大升 到了15日 今個月15日 巡旺島的動力煤 山西產的 市價已經漲到2242元一噸 10月以來 軍價比9月份上漲了52.3% 升了一倍 廠怎麼做 所有廠都受不了 華創證券的助理研究 審席分析師 就對 《證券時報》的記者說 今個月的 9月份的PPI同比增長是10.7% 同比獨數創了有幾六數據以來的歷史新高 數據是1996年以來 究其原因 是因為煤炭為主的國內通脹因素持續推升PPI 所以這個大陸的PPI就上升 但這個當然是一個很畸形的上升 因為 動力煤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數 10月19日 法國委員發布消息 說煤炭間隔 快速上漲 創力市新高 大幅推高下游 行業生產成本 對電力供應 和冬季供暖產生不利影響 在社會各方面的反應強烈之下 煤炭的 重要的基礎能源 和國際民生密切相關 而目前價格漲幅已經完全脫離供求基本面 所以他們會進一步打擊 誰敢去買星 就要你過清明節 就要你過重陽節 甚至乎要你過復活節 現在 他們帶隊去鄭州的商品交易所 恐嚇交易商 每個人都不敢買 每個人都被困了 手上平倉 好倉 令到 期貨大跌 但是現貨供應 仍然是不足的 所以就出現了很異形 好像當年被人沽棋一樣 現貨 仍然是 沒甚麼跌的 期貨就跌了 炒期貨就是很嚴重了 這一節 我們想跟大家說 其實中國政府 很多時候是不顧市場的反應 一個人有自然反應 說你刮他一巴掌會被避 中國政府就不當你這些反應 是自然 總之他要做的就做 完全 那個fightback有多大 那個 反彈有多大 一直都是 以他獨立的意志 他只是一個人的意志 習近平的意志 他要按你甚麼就按你甚麼 當然現在 上行下效 習近平有這個思維 下面的人全部都是 用同一種思維去應付他 那麼當然 這些叫上有好者下有甚煙 楚王好細腰 宮中多餓死 現在習近平 喜歡獨斷獨行 下面的人全部做事都不顧後果 接下來 這些煤炭企業很多可能都會頂不住 現在擺明是虧給你 你要我生產 又不給我升價 虧給你 根據跟這個市價 你是政府補貼 政府補貼反而是似乎一點 但他現在不是 他現在一刀殺下去 是要你死 所以 在中國做生意風險 大到不得了 現在大到基本上是沒有辦法做下去的 各項各業都會死 各項各業都是 面對一個亂來的政府 這一節我們暫時講到這裡 拜拜 拜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